近期多了時間留在家裡 一般人的娛樂多數都是看電影或者玩遊戲 不過如果你是跟家人住 往往背景聲都會有些人聲 看得不享受、打得不夠爽的了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暫時2022年試過幾出色的一款遊戲耳機 EPOS H3 Pro Hybrid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頻道的話 這裡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RenaGear是一個專門介紹電腦、遊戲產品 或者是關於電裏產品的頻道 有興趣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希望下次見到你了 Hello,大家好,我是Van仔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我身邊的遊戲耳機 EPOS之前我也介紹過一次 EPOS的前身就是SENTISER 雖然它轉了名字 但是它的技術上也是用SENTISER的技術 轉了名字之後 它的樣子是沒那麼笨的 新款的耳機的樣子 我覺得比以往相對來說時尚了 而這隻H3 Pro Hybrid 其實它的規格也蠻厲害的 我相信它今年應該是一款都蠻出色的耳機 再加上下個月就派消費券了 2000元想不到哪裡用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它 耳機也蠻簡單的 因為它是一款無線的高階耳機 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這個耳機 其實它是蠻輕的 比我想像中的SENTISER是輕的 甚至比我上次介紹的GSP670更加輕的 除了耳機之外,當然是有些PACS 這裡有一份 還有這個盒子就沒有東西了 這盒子裡面當然一定是有不同的充電配件 有無線耳機 還有就是會有些Receiver主義刺類 還有一些線 還有一堆說明書,都不看了 英國了 這袋裡面會有一個USB-A的延長線 再加上那個Receiver的 Receiver減的樣子 很短身而已 還有一塊圓形的東西 這塊就稍後再說了 再來就是一條3.5mm的線 像以往一樣,就是插回它的專用頭 然後轉回一個手機用的線 因為它是四針來的 最後電腦的用家沒有電 當然就會插回線外充電 這就是一條Type-C 去到A頭的線 電腦用家就用這條 這可能是手機、XBOX、Switch用 好,看看主體 耳機比起之前我們見過的Sennheiser耳機 真的漂亮了很多 這次拿了一隻藍色的款式 就這樣看,有些燈光打出來的時候 它是蠻亮的 比起以往的那種BUT的程度 現在是非常不錯的 就這樣看以為它是電鍋了 當然它是膠面,是一個磨砂面 它是因為光反射之後就令到它有非常不錯的光的反射效果 耳罩旁邊就會有一個黑色的鋼琴面 看起來就不太單調 看看頭尖部份 以及配戴部份 也有一個金屬臂 拉扯來說也算挺闊的 如果我們戴上頭的話 其實是蠻不錯的 蠻隔音的 因為它是說是密閉式的耳機 所以是非常隔音的 這個耳機為了讓大家戴得起來都會舒服 其實它後面的位置有個關節位置 除了可以左右移之外 本身單元的部分都可以做一個活動的 所以戴上來的時候 可以因應不同人的頭型 就可以有一個更好的配戴感覺 剛才說它很輕的,看看實際上多重 看看實際上多重 300克的,說重不重,說輕不輕 但它的感覺令你感覺到很輕的 因為可能它的平均分配比較好 耳機部分當然就是最重的位置 但當你戴上手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的重量會比關節位分散了 所以從而你會感覺到300克左右 也會是一個不算很重的感覺 耳罩部分它用了一個吸汗的布蓉面 但旁邊的外圍是一個皮面 而它的感覺是挺軟的 你看到我拿起來是很軟的 但剛才戴的時候你會覺得它又不會太薄的感覺 是挺舒服的 再來就是頭帶 這樣看下去你不會覺得它很厚的 但它就給了一個非常軟熟和舒服的感覺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反而我覺得它是比較低調一點的 如果你不細心看的話 其實看不到它的Logo 這裡有一個,上面有它的型號 其實是很難看得到它的型號 因為它用黑色字是很低調的 它是形得來,又不讓你知道是什麼 再來就是那些控制和接駁線位 即是剛才那些手機用的USB-C線 都是在這邊的 所以就集中在那邊 然後開關鍵就比較尷尬了 就會放在左邊的前置位置 但是它其他的音量控制 就會放在右邊的部分 作為一個Gaming耳機 但是它有非常特別的功能就是 它有藍牙的 藍牙來說它可以接駁回你的手機 同時可以在你蛋機的時候有通知 有電話的時候就會聽得到 再來就是它這個耳機最大賣點 我覺得它有ANC功能 ANC功能等下我們再試吧 好了,剛才這塊圓形的東西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到它在哪裡 如果有一點概念的話都猜到了 因為整個耳機只有兩個部分是圓形的 一個就是它控制音量的位置 另一邊就是麥克風的部分 這支麥克風是一支有開關的麥克風 可以屈曲 而且可以拆開的 它這個設計的原意就是 給大家一隻耳機當藍牙耳機帶出家用 甚至有些耳機不需要用到麥克風的時候 就不需要一支耳機放在這裡 它是遲蓋的,所以不用擔心會擺錯的 放兩邊也OK的 這個就好像我本身有支麥克風 或者是你不需要說話的 直接拆那支麥克風出來 就算好了 拆那支麥克風出來 其實耳機也有得收音的 我不知道它收音的位置是否在這裡 因為整個耳機就沒有其他地方有洞 只有這個位置就有一個洞 所以它的ANC收音的位置是否在這個洞 根據官方的數值 如果用當局不開ANC的狀態就30小時 開了ANC就大概19小時 我想大概用到2-3天就要充電 而用藍牙的話就約38小時 開了ANC的話就22小時左右 比起大一隻的Buds當然方便很多 你插進去充電,充滿2個小時就可以用到這麼久 再加上就算你沒有充電也好 如果你打開電話的話 你也可以在手機或者任器機上用得到 回到電腦上面 我們先說一些重點的東西 這條延長線比起你就好用了 因為最主要它這個當局的設計真的太小了 假設我現在隔了木桌之後 其實它的接收上我覺得有點不可以了 可能它因為ANC的功能關係 聽出來有時候會斷斷續續的 它是有種爛聲斷的時候 我覺得它就不能夠接受了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用到跟機這條延長線 把這個當局放在桌上 可能它真的受到我的房間的Wi-Fi影響太嚴重了 如果你的房間沒有2.4G的Wi-Fi 可能就會相當於好一點 第二件事 剛才我們看到機身上有一個好像紅外線的黑色的位置 其實是什麼呢? 只要你按著開機鍵的時候 這個顯示燈就是告訴大家目前的狀態 因為它可以搏藍牙的 所以它也是按著藍牙的時候 就告訴你它是一個pairing的模式 還是它已經搏了藍牙 還是你已經在用藍牙模式了 大家看到這個EPOS H3 Pro就是它 按下去 當它連接了之後 它就會有藍色燈 我們試一試放在2.4G加上藍牙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可以假設大家 如果有電話到的時候 它就可以在耳機上聽到你的電話響 剛才也說到耳機的隔音能力是非常不錯的 只要你不是漏風的話 它可以幫你隔著環境的聲音 大概五成左右 其實聽起來已經很安靜的 假設大家再開它的ANC功能的話 大概可以隔到八九成 但是開了這個ANC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很明顯的問題 就是你的人聲會很出的 很清晰的 會聽得到的 這不是什麼通透模式 最主要是因為你開了ANC之後 你的人聲會因為經過共振的關係 但是你會特別明顯感覺到這些人聲在說話 這個我覺得不是缺點 最主要是ANC造成的效果 所以這件事 未必可能會有人喜歡的 但是始終你要ANC的話 就沒辦法了 再來說一下咪高峰 咪高峰會有這個 單聲度 16bit 16kHz 現在我們用這支咪高峰會說話 如果我們推上去的時候 然後我們拿回來的時候就會有聲音 我們另外做一件事 譬如我們現在撥上去的時候 它是沒有聲音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把那支咪高峰會發生什麼事呢 喂喂喂喂喂 這樣它是很智能地 它是detail到你的咪高峰 是沒有了之後 它就會透過耳機上面的咪高峰 去幫你收音的 所以就不需要大家擔心 就是說 我沒有帶到這支咪高峰的時候 會不會突然沒有聲音呢 就是這樣 而同時之間 如果你沒有那支咪高峰之後 你的收音能力當然會不會那麼好 聽出來的聲音 相對來說質素不會那麼高 但是它有一個比較好的就是 它會特意幫你調高峰峰 現在我看到我的電腦 它是爆了咪高峰的 以我把聲音的聲音 其實說話已經不算很大聲 但是它已經是 扯到紅色了 而我換到咪高峰之後 沒那麼誇張 剛才是非常嚴重的 是會扯到爆了 可以看到它拔咪高峰之後 它是推薦你 在一個比較吵雜的環境上面 都可以有收得比較好的聲音 再來就是它的耳機的單元 其實它就是一個40ML的單元 而且同時之間 就是20Hz到20,000Hz 就不是什麼HIRES耳機 所以在電腦上面 你會看到它只有16bit 488Hz而已 作為一隻高階的Gaming耳機 當然 EPOS的H3 Pro 它也有提供一個軟件給大家 和之前的GSP670 都是大同小異 因為都是同一個老母山 而H3 Pro 就會有7.1的音效 你可以因應你的遊戲環境 或者是看電影 去做切換 不過你要比較留意就是 如果大家玩一些對戰類的槍遊戲 它沒有7.1的選項給你就不要開了 如果大家開了的話 就有機會破壞了遊戲聲的設定 從而使大家玩遊戲的時候 就會輸得更厲害 Sophia 也可以調教EQ 你可以自己自定義 同時之間它也有內建了幾種不同的EQ 你可以因應你自己的需要去切換 不適合的話就自己轉 麥克風的部分也可以做修改 Defoct有Warm和Clear兩種聲 大家可以聽一聽 這個就是暖男聲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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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沒有開任何Effect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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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開了Warm的Effect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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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Clear的聲 另外耳機的Side Tone 是Defoct開了 所以你要透過Software關掉 不然當你的麥克風拉來的時候 就會聽到自己的聲音 很清晰地在耳機上出現 耳機除了有ANC之外 麥克風的部分也有Noid Canceling 所以你可以透過軟件去調教 究竟要不要Noid Canceling 再配合Noid 機的話 其實有效地可以把你周圍環境的聲音 隔絕 另外耳機其實也有個Smart按鈕的設定 你可以在軟件上改 它有兩個選擇 就是PC的Switcher 可以幫大家切換不同的EQ 你看到 基本上我只要按著後面的按鈕 就可以切換 當然如果你設定好自己的PC的聲音 即是獨立EQ 可能不需要這個功能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按鈕的切換 就可以轉成Surround 我覺得Surround這個功能 相對來說是好的 因為有時候有些遊戲 你不支持7.1的話 就直接關掉了 有時候你直接看電影 又不想在Software上搞 我覺得你按一個按鈕 總比你去Software上 按來按去 大家可能不需要特意搞我的EQ 我覺得7.1,2.0的切換是好的 另外一個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音量滾輪 為什麼呢 因為音量滾輪是用段落式的 你會看到它不是1,2,3,4,5,6,7,8這樣上 它是一段段落的 我明白它為什麼要這樣設定 因為它不是類比式 所以它就是一段一段上 但是就會逼死我們這些強迫症 就是為什麼 這麼十落 然後你就會用64 你會覺得很奇怪 好了 耳機大致上就說完了 可能給大家感想 聲音方面絕對沒有什麼要挑剔 因為始終Sennheiser出品 而這次的無線耳機 比起之前上次介紹的GSP670 就會再貴一點 上一隻現在是賣1,890多元左右 這隻就貴多幾塊錢 貴多幾塊錢 多了的ANC功能絕對是超值 再加上那個樣子上 就沒有上代那麼筆 我覺得如果你說又有時尚款 然後再加上ANC的話 絕對是想得過的 而遊戲部分 其實我早幾天已經是試過的 在打這個艾爾登法環的時候 因為始終都是Sennheiser品質 聽出來可能那些音樂是非常壯麗的 就是它的音樂不是很厲害嗎 然後你用回它的耳機聽 其實真的很棒的感覺 尤其是遊戲裡面的斬擊感 是很真實的 那些嘀嘀嘀的聲音 很有金屬感 那些撕裂的聲音 是相當不錯的 再加上有7.1模式底下 你可能看電影的話 沉浸感會更加不錯 好 今次這個EPOS H3 Pro Hybrid的測試 都來這裡 作為一隻2000多的耳機來說 我覺得它的音質相當不錯 再加上ANC功能之後 如虎添翼 不論你在電腦上面 或者是PS4、PS5 甚至是你出街聽歌的時候 都可以用到ANC功能 絕對可以說是一隻耳機 可以涵潑你所有的工作 好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訂閱了 以及可以告訴你 EPOS有藍牙、ANC功能、多平台的遊戲耳機 一隻耳機絕對可以滿足你多平台的需要 就是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